浙江大部分地區連日落大雪 積雪達到20至50厘米 當橋公路中泉 環境部門出動橙雪車清理 廣東韶關大片龍塵比雪覆蓋 氣溫只有零下6度 經過當地的京港澳高速雲岩段 由於路面結冰 關於風里的路段要封閉 也在上海 市中心徐卡匯觀測站錄得最低 涉時零下7.2度 是上海36年來 一月限上同期最低溫度 至於在台灣亦都受到寒潮侵襲 台灣近地在過去兩天 最少36個人 懷疑因為失溫 或是引發心血管疾病死亡 中央氣象局說 全台灣27個觀測站 錄得去年入冬以來 新低溫紀錄 所有的縣市溫度 平均在10度以下 其中台北只是錄得4度 創43年來的新低 市交的著名景點楊明山 相隔7年第一次出現飄雪 吸引大批市民冒著冬雨 專程來看 在花蓮縣的合潘山 也都出現想雪的人召 在花蓮縱 在花蓮縫 周圍 感谢观看